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的这一些电影啊 可没什么上舞精神呢 是吧 有有有 哪个电影有啊 像什么这个 梅兰芳 梅兰芳上舞在哪 不是 就说你这中国文化没上舞 它这包括这个叫什么来的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对 它实际上解决一个 就是关于中国这个冰原素质的问题 冰原 对 你比如说 《非诚勿扰》呢 它主要讲的是这个圣女 给圣女一个希望 今天我说我太无知了 今天他在教我一词 我过去听广美说过 他说我们这种女人叫熟女 我知道熟女 我头一回听叫圣女 我第一次听圣女 我以为是圣女真德 那圣女呢 是上下的圣 就给剩下的女人 一个希望 那女人为什么会剩下呢 它就是因为中国这个 城市化速度比较快 就是改开放之后 大量的这个女性的白领啊 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一解放就这样 因为一解放的时候 咱们原来也谈过 就是毛觉得要搞这个工业化 重化工业 那么要所谓的剪刀叉 那么牺牲了城市化 加快了工业化 工业化之后呢 那么就要为了减少商品粮的供应 那妇女要参加工作 我们也有两只手 两只手不带城里实施嫌犯 这样就妇女进入了这个整个的各个领域 就妇女解放 那么这样一个传统下来 一改开放之后呢 这个很多的女性 也就加入到很多重要部门的工作 就进入城市 而且城市化迅速扩大 那么有很多的大学毕业 你看现在很多大学班里 女生比男生多 那么她进入的城里来之后 参加各种各样的工作 咱们叫白骨精 白骨精 就这一批人 这一批人呢 她就是由于身份比较高 或者收入比较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下 她不能找低的 这样的话 她可能就成为了一个 就是找不着配偶的 就高不成低不进 最极端的就叫做 女海龟要找 只能找男民工 对 这个白领丽人 已经就够高的了 她还来一个女海龟 还加上羊了 那她最后根本没法跟她对了 男海龟都不行 只能找男民工是最低的 她也没法找 她得找比她更低 没得比她更低 她只能找这俩人追上了 就是她说的是这一 就是女的地位提高以后 最后成了一个悖论 她倒反而架不出去了 所以剩下了 剩下了 剩下了怎么办呢 那就得到电视上里看电影 说咱找谁呢 找冯小刚 不是 找那个就是 叫《非诚勿扰》里边 那个还有好男人 虽然是 虽然是黄瓜老一点 黄瓜老 但是刷点绿漆呢 她也是好人 心是好的 对吧 她说的刷点绿漆是 是国防教育 普及一点国防教育 她倒没有国防教育 我觉得她还比较善良 就是她至少 在设计这个电影的时候 打动这个女孩的 这位圣女的 是她还比较善良 比较真实 是吧 对对对对 那跟冰原有什么关系呢 她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其实可有那角色 哪跟冰原有关系 不是我是说 要再有冰原 她舍不得叫人老黄 不是我是说 圣女多了以后 她这个生孩子就晚 生孩子晚 咱们就说 从生育的角度来说 她这个卵子就衰败的就快 快了之后 这个孩子的质量就差 质量差了之后 她在当兵的时候 她不就差了吗 说起来吧 对对对 晚生几年 是吧 再找两黄瓜 那不是更差了吗 是的 你说上午 我最近倒想说一电影 你们还都没看过 你们看了梅兰芳 看了这个《非诚勿扰》 我看这个叶问 这个红金宝 这个动作设计的这个 我觉得挺好 我挺喜欢 我看到之后 我觉得有营养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你就能知道 他永春拳 主要练的是这个寸劲 在非常短的距离内 能打上力气 这其实是不容易的 就是中国式的上午 中国式 就是说他设计他这个电影 真的叫 我觉得叫专业 对中国式以柔克钢 对 以柔克的钢 就是你的意思 就是这个贺岁片里边 也有舞的 也有盛与的 应柔的克克 还是绕完绕去 绕不过去这东西 而且梅兰芳的这个 他也有上舞 就是说一个唱戏的 到了这个时候 也有气节 他也有气节 他也要续续明智 这样的才能给我们 唱戏的人提立位 他有这么一个 一个东西在里边支着 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从这一点上 我也觉得陈凯歌 确实在这个片子 回到了他 就霸王别姬以后 他就不拍这位片子 这又回到那个 我觉得还真的是他 肯定挑毛病的人 也有很多在那了 但我觉得是拍的 比较好的一个片子 还是 你听的评价 你看我听到的评价 比他前些年的 我的发型师 是说这个前半截拍的特别过瘾 那个戏味十足 就是黎明张子仪没出来之前那一段 他说但是后半截 他是简直是看不下去 这就是他他跟我说的 还有几个80后的觉得看了之后呢 说是不如霸王别姬 但是后来我去看 我去看呢 我还看着流眼泪了 我看着流眼泪 但是我就觉得 该怎么说呢 流眼泪是因为 他这个里边讲的东西啊 都不见得是属于梅兰芳的感受了 你比如他这个 这个电影里讲了一个怕 我就觉得格外能够理解 没准还有陈凯歌自己的一些感受 肯定有 就一个怕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最后续胡子那块 就是比较比较 最后着不回来了 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 你看前面那个前面的那个梅兰芳啊 很女性 就是那种男的演女的 这是中国文化特色 没办法 最后面临着这个 这个这个民族危机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演女人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唱戏的吧 他最后那个气节 还是从灌顶的这个 最后冲出来 最后去胡子 他反映了一个中华民族 在一个特殊时期 他原有的一种的 这个固定的一种文化 甚至经济属于比较上层的 他里边的一种东西 我觉得 我发现你是万变不离其中 他从这角度 你是从怕 但我看的呢 是这两点真的是都有 因为你说从怕 和霸王别姬比较起来 我倒觉得他结在抗战 就是结束到四五年 恰到好处 霸王别姬真的 你感觉前后两截 就到后边文革那一段 我觉得就是真的 一场文艺大戏吧 但是处理的 我觉得不是不如前半截 这个他倒相对完整 因为你这个怕字的到日寇面前 他真的是不怕了 可是你要再往后 怎么办呀 不好做了 这个戏 对 那我问你一个问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他这个不给日本鬼子唱戏 假如说有两个原因 就是说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要让我们唱戏的被你们尊敬 不能让你们瞧不起我们唱戏的 所以说呢 日本打过来了 我不唱戏 我为了 我怕你们采货我 我怕你们瞧不起我 对 是因为这种这种原因而不唱戏 还是说心里面真的是爱憎分明 是非分明 民族大义 我绝对就跟文天祥似的 我觉得 那么这两个原因有差别吗 我觉得还是因为1840年这件事 在他这一代之分 或者唱戏的人的身上的一种反应 你比如当时实际上有很多人 比如张恨水 对吧 张恨水 元年蝴蝶的后期的这个很很棒的写手 写了很多也有电影 那么他原来也在给很多的流行杂志 像旅行杂志啊 写一些爱情故事 现在还有排了很多电视剧 精华烟雨什么的 但是他到了真正的813 就是1937年8月13号 日本人打了上海 他就不写这些东西了 原来他还写 他写一些爱情的 反正挺畅销的 不写了 当时有很多文化人 真正到了77和813的时候 就都不写了 就是到了那个民族的忍受的底线的时候 这些人还都是集体的奋起了 应该说是 他标志的不是说 他为了行业 你瞧不起我相信我这样 在梅兰芳这个个人身上 他有这两种因素 我觉得 他一方面有你之后的这种民族的一个底线到了 一个戏子原来是不让人看不起的 都被尤其是京剧他他他唱弹角 他不被当个男人看你知道吗 我要做一件事让你把我当成 我是个男人 在戏台之外 他不有这个台词呢 我是个男人 这两个拧一块 我觉得 我就感觉啊 这个所谓体面 那个时候老北京人讲的这个这个人呢 所以那个时候的名人 其实跟这首名人也一样也不一样 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体面呢 哎呦 咱们看了就觉得这人活得太累了吧 是完人呢 就是到今天为止 你问所有就是认识梅兰芳的人 几乎听不到半句说他不好 那么就可以想见这样 我那天在三连看见一个细节嘛 就说梅兰芳在他家里 吊嗓子练嗓子 有一个瓮 他每天早上对着瓮练嗓子 怕吵着 为什么怕吵着在他们家睡觉的人 可是那整个医院子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的 对 就说你就说这个人做人啊 做到一个这个程度 我也不知道是悲哀呢 还是崇拜呢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 其实他就是当时的 应该说是一个明星 对吧 但是当时的艺人呢 他有传统文化的那样的一种 就像你 这那种道德呀 就是不吵别人啊 怎么样的 有一种传统吧 就是应该说这个东西 真是 我觉得我 你看我看哪 我看哪 我看的 我流眼泪啊 就是说那个张子怡离开黎敏 不是那个孟小冬 离开那个梅兰芳嘛 就说什么兰芳 别怕 我走了 我眼泪下来 流下来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讲这个陈凯歌回归啊 我昨天看这个冯小刚 这个《非诚勿扰》啊 其实算不算冯小刚 我觉得是 拍了一轮那个大片 战争片 也回归到这个价值上了 战争片 包括那个 那个夜宴 我觉得那时候 他是要跟 我也能拍大片 我凭什么就给拍点 小市民的喜剧呢 什么贺岁片 还是到老百姓哈一下 我也能拍大片 咱们也要冲 冲向国际 也要上国际电视节 就拍夜宴 我觉得是憋着 这么一口 一股气 但是现在 我觉得他那一圈 也干了 完了 他又回到他的老本行 他还是做这个 我觉得做的最 更拿手 其实这个《非诚勿扰》 我知道一直有很多人 骂冯小刚 但是这个《非诚勿扰》 是我这个 冯氏电影里边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一部 我也是 我也都会看得 留下两点鳄鱼的眼泪 我是个触景生情 见面落泪的人 我的眼泪不说没什么 你应该乐 你应该乐 乐也乐了 他要死你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电影 给2008年 人家说是圣女年 圣女年 也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城市化的 那个问题 对 就是说留下了这么多的白领 把舒淇也给剩下了 对 就是很多 其实他给所有的圣女一个希望 就是还是有这个 纯真的 比较纯真的 比较朴实的这样的男人 不是像在说男人 就是三大坏处 一个是自私 一个是虚伪 一个是小心眼 现在基本这些圣女 就对男人就这三个评价 就是说男人 当然我在家是一个 没有阳刚器 没有上午器 就是说男人 太不争气了 才有圣女 对吧 那么他是通过一个巧妙的一些 当然是一种产品 电影人家有技巧 设计出来 最后把葛优这个演员包装成一个 还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 还能够找到爱情吧 就这么说 老黄瓜还是能吃的 对 老黄瓜真是有好的 心里还有嫩的 所以你说2008年还是 不光是圣女年 还是老黄瓜年 对对对 还有什么证据 不是 现在就是咱不能说 因为那个刘黄我也熟 就是说 奥运会 又是老黄瓜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像就是都比较岁数大的人 比较出名 你看那个李宁 对吧 李宁 跑那个奥运会 那年45岁了 这也算老黄瓜吗 对 就是说 他一谋也算老黄瓜 对 当然那个还有一个 后来把一外国人给杀了自己跳楼 那个也是 坏黄瓜 坏黄瓜 就是说就这一代人 他占据在这个 这个主流的社会上 他成 给他呈现的 这个舞台上给他呈现的机会就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 我倒听到一个女性的观众的一个反应 他从一个 可能也许说得定 他也是圣女 他就比较愤怒了 他就觉得 你首先你要就这个电影 就舒淇都成了圣女了 那不是人 谁不想当 当舒淇 都票 这么漂亮的女的 就变成圣女了 然后凭什么 他就只能找一个老黄瓜呢 尤其是比如说葛游 我这不能说 我这 说实话 我以前对葛游也是不太爱看 我觉得 好像 说不定我有生理歧视吧 但是 大家看见他乐呀 对 但是这个电影 我倒真的对他 我觉得比较好感了 他给包装成这么一个比较善良的 你就忘记了他这个其他的 你太现实 我觉得电影是这样的 你比如舒淇 选了一个很漂亮演员 其实圣女 甚至说女人 有很多女人 圣女包括 他都觉得自己挺漂亮的 或者他想 女人是容易自己骗自己的 他觉得自己都是很优秀的 那么用舒淇这样一个形象 代表的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 代表圣女 我觉得挺合适的 其实很多的圣女 并不觉得自己是 因为太差 而且很多圣女 恰恰相反 我跟你说 很多圣女是很漂亮的 越漂亮 我刚才要举的这个例子 恰恰是一个很漂亮的 就是三十出头的这么一个女孩 然后也是单身 所以我怀疑 她可能属于这类的 但是她下边还有话 那就是凭什么都要 你看这个电影里边 这些男一号们 为什么都要找丑角呢 没有一个这个女一号 其实有演技很好的 她就到不了这份上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女一号 我就是不知道 老黄哥的 这个阴性的对位 应该叫什么了 她说 那为什么没有这种电影呢 就应该让这种女一号也出来 我不知道她找的那个对位 那你那说是挺定恋 对对 她就整个一反转 是吧 她认为这种这种搭配 这种包装 就是因为 就是像你说的 占据话语权的 或者什么导演这些 恰恰是一些老黄哥们 所以她就出来了 老黄哥配圣女 但是你说的就是杜拉斯那种情人 那种东西吗 就是杜拉斯后来不是 杜拉斯后来找了很年轻的人 对吧 对对 那是西方的 法国那个东西 就是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就从市场的角度上来说 就是老黄哥和这个圣女搭配 它比较符合中国这个文化 什么习惯 然后它最后都有票房 好像它票房是第一 票房第一嘛 票房第一 这个东西 对 冯小刚这个 现在我们查的是吗 就是说他确实 我觉得这个冯小刚啊 他还真是琢磨观众的人 对 就是琢磨 就是说观众喜欢看什么 可能有些时候 某些文化人会觉得有点低 还是有点干嘛 但是我觉得他是真是下定决心 就是要为观众拍电影的内容 而且确实我觉得 我可能都不算他的那种目标观众 我都觉得这片子拍的挺好看的 冯小刚 其中有些段落 我还特别觉得 冯小刚拍出这边 比如有一段就是 他在那个北海道的那个朋友 他不是那个男 不是那人叫什么 反正他就娶了一个北海道的老婆 就在那定居了 然后告别了朋友以后 本来是葛尤说的一段台词 说我其实挺想念老朋友 都四散了 我现在心里有的时候真孤独 就走了 然后那个下边一段 就是他这个朋友自己开车 开过一个完全没有人 特别漂亮的北海道的坡路 山坡路 然后就大声唱着歌 唱着歌突然都停下来就哭了 我觉得这里面有 所以说非诚勿扰 我觉得这里头 虽然说这电影是设计出来的 是算计出来的 但是有真情 我甚至认为有他真正的 他那一代人 跟哥们之间 朋友之间的一些感情 包括就是说 现在社会很普遍 这种婚外恋 或者这种圣女 他的这个感情 我觉得至少能感动他自己 他最后还有这个老黄瓜的韧劲 就是他那种那种拙劲 韧劲 就是我一直能够坚持这件事 是吧 其实我觉得中国确实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 但是我又绕回去了 就是说 你不能这个悲水主义 短期的这种什么夜行 你就是说 人对于爱情 或者说对于你从事的一个项目 你就要有这样的一种韧劲 所以我觉得 我有时候碰着圣女 我就说你们最好找那个做常众大工程的男人 别找那倒小买买的 就是今儿倒一把 明儿倒一把那种鸡贼的那种东西 对吧 这次小军跟我们介绍一个 跟我们组的圣女介绍一个 说是中国开到索马里那艘军舰 对 那个设计师 我开玩笑 其实我的意思 那个设计师当然人家结婚了 我意思 吓了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找就找这样的男孩 就是他当时参加那个 就是那个887那条大的两万吨的设计的时候才三十岁 对吧 就是他是副总设计师 很酷很帅这种小伙子 但是他把那么复杂的一个东西把它集成在一起 我觉得他就是很现代 他很现代 他不娘娘枪 对吧 他又玩工程这种东西 我觉得他对感情也是一样的 对 当然咱这也不能等同话等号 对 我又想起来就是王猛 那次说一句 因为我为什么就是说觉得 就王猛本人他和他夫人的这个 这个感情 感情 我就特别受感动 他就是说他每次想到这诗经里 这次叫执子之首 与子邪宝 他就觉得都要落泪 然后我也有觉得真的是好 就这种始终如一的那个感情 现在好像在这个年代变成一种 好像过时了 其实是一个变成一种薄性的那种男人 倒是一个很风流很酷的 对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吧 都是这样 就这种深情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少了 变得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这跟咱们的产业基础有关系 真是这样 就是说你进来这些来料加工啊 这些东西 就是美国其实社会学有很大的一个分支 就是叫物质文化决定论 就是你什么样的物质文化 附着在上面的精神文化是必然是配套的 那你这些短轻快的产业 配套上来的就是这种 杯水主义啊 什么燕照门啊 什么就这 山寨啊 这种物质啊 对 就这种特别短的短期的这样的 因为产品周期短嘛 没错 你的那个文化周期也短 所以要想百年好合 还得发展重工业 对啊 将三人影广告之后见 其实有一个我倒是同意这个冯小刚的看法 就是喜剧啊 是最难的 或者说吧 逗乐是最难的 你比如说经常有人说 说哎 你给我们讲个段子 你你你你搞搞气氛 让大家去笑 他哪知道这是最难的 这比你朗诵 这比你干别的都难 什么证据悲剧 讲老实话 我觉得这真是 就能让观众笑吧 电影院里笑声不断 你也甭瞧不起人家 这玩意真不是别人能 就随便什么人能干得了的 一年四百四十部左右的电影 最后能够上院线的就是六十部 剩下的三百八部是就淘汰了 有的上那个电视台 有一个叫电视频道能上点 所以这种投资是风险非常高的 你说你要万一投成了脑哑哑的 那你就瞎了 对吧 就挣不着钱了 而且我觉得他难得的还在 他还真的不是光是就是逗个乐就完了 他里边有这种 有寄托 有寄托 包括就说好像在一谈文艺就是悲剧高于喜剧 其实你要看是怎么讲了 有的那个悲剧也挺甘巴的 我觉得也有点假大空 有的喜剧其实是泪尽而笑 就是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之后 他以一种达官也好 一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 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痛苦 其实这冯晓刚那电影里边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 包括他好多台词说是王硕士的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耍贫嘴已经比早期我看来 成熟多了 我觉得他是正式正确 符合科学发展观 就是说你得长重大的感情 发展重力 而且克服金融危机才能克服金融危机 发展重力 时间四个现代化 有助于电影的提升 哈哈哈哈 挺够强的 挺够强的 好好好 也是 번航空间